今天是6月21號 星期五 祝福大家 週末愉快 好 那昨天晚上的每股市價指數 是小幅度的震盪 但是台子夜盤是下跌了319點 但是大家也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我覺得說 昨天的台子夜盤下跌319點 算是合理啦 因為你去想 昨天晚上 前天晚上 每股市價指數 那美股是沒開盤的 前天美股沒開盤 但是昨天的台股大漲了 將近是200點 沒錯吧 所以其實說昨天台股大漲200點 這有一點算是多漲的 多漲的 昨天美股小幅震盪 那把昨天多漲的跌回來 合理嘛 所以其實說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其實就像我告訴大家的 如果說我們找一個大方向的話 以權值股來講 台積電 鴻海 聯發客跟廣達 這四大全值股 他其實說 我覺得他反應的已經差不多了 他已經差不多充分反應了 2025年的獲利狀況 只要說充分反應2025年的獲利狀況 他就會稍微的 稍微的在高檔去做震盪 當全值股高檔去做震盪 中小型股 他就會相對強勢 所以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很多人會說拉機盤 漲點全部都在台積電 鴻海 聯發客身上 中小型股怎麼辦 那就像我講 這是必經的過程 你一定要經歷過這種 拉機盤 拉鴻海 拉台積電 拉聯發客 拉全值股的盤 指數空間變大了 中小型股它的上漲空間才會大 所以我覺得這是好事 今天指數拉回 我們看一下幾個重點 如果說以加權指數來講的話 今天的加權指數多空的關鍵價 也是昨天所講的23050左右 因為說昨天是直接上漲了200多點 那23050目前還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關鍵價位 因為如果說再往下去看的話 就變成是22800左右 大約是22800跟22750之間 我覺得說因為你看 昨天台股收盤 昨天台股收盤收在 23400點 那以23400點來講 這樣子的價位 今天要跌到22800 幾乎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還是一樣 用昨天的比較大量的關卡價 23050 去當一個多空轉折點 因為我覺得說台股是真的非常強 強到說 它幾乎不會去回撤它的支撐 那這是好事 我覺得說這是好事 那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每天給大家的 當日的多空關鍵價 其實我個人的做法會這樣 這是一個在籌碼面上來看 它的價量結構最大量的一個區域 所以它可以當成是一個短線多空的分界 那如果說這個價位沒來怎麼辦 其實說我跟你說做指數就是這樣 做指數不用天天做 天天做你不會天天賺 做指數就是當有好的買點 好的價位出現 我們再出手 這樣才會賺 因為我做指數都知道 沒有在天天賺的 所以其實說我的做法會這樣 我們列出多空關鍵價 那只要說這個關鍵價沒有來 我就會選擇空手 那這個關鍵價來了 我就會去試多單試空單 就是這樣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以全資庫來講 今天可能說指數跌幅會 會比較正當一點 今天指數比較正當一點 很多人說我能不能去買鴻海 能不能台積電 聯發科 很急著去買大型全資股 但是我覺得不用急 全資股現在不急著買 原因很簡單 全資股包含台積電 包含聯發科 廣達 那鴻海目前位置相對比較低 這些全資股 我認為它都已經充分反映 2025年的獲利狀況 那充分反映 2025年的獲利狀況 就代表說 它在接下來的空間 其實可能不會到這麼大 所以預計我覺得指數會震盪 那震盪就來自於全資股 但是當指數震盪 相對會強勢 相對會竄起的 就是中小型股 所以你用這樣的邏輯去看 如果說這個時間要買 當然就是去佈局中小型股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部分去做留意 那說全資股能買嗎 全資股的話 就是以分批佈局的方式為主 那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如果說 以整個族群面來講 族群面的話 一定就是去留意位階低的 所謂位階低的就是 盡量去挑它產業還在谷底的 產業還在谷底的 或是說它的本益比目前都還偏低的 現在就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包含平蓋股 是不是 我就說 這一次的iPhone16 它會迎來第二春 它真的會迎來 就是說蘋果其實我覺得 它從三年前 三年前就已經進入了高原期 那進入高原期 它如果再不推出一個比較 關鍵的改革 蘋果真的就是 真的就這樣了 但是因為說這一次iPhone16 行銷策略很好 這就是蘋果的第二春 這也是平蓋股的第二春 因為我覺得平蓋股 其實真的是爛很久了 爛很久 不是一個月兩個月 是爛三年 所以 整個平蓋股目前位階都低 可以去留意 包含像矽晶圓 就像我講的 結果跟大家說 成熟製程跟矽晶圓這個產業 目前位階其實都還相當低 因為 這一群產業它的爆發期 是落在明年 是落在明年 因為說以今年來講 成熟製程的能見度還不高 那成熟製程能見度還不高 相對它就會拖累到矽晶圓 這個是相對的 因為矽晶圓的應用 不是只有在成熟製程 或先進製程 它是全部都有通用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你現在真的要說 一個低位階的產業 矽晶圓也是 那比較偏向防禦性質的 就包含像是生氣類股 生氣類股它就也是一個 比較偏防禦性質的產業 而且我告訴大家 其實以生氣類股這個產業來講 它是會跟著美國去降息 美國降息 那它的漲勢會越來越好 就是說其實說 降息是有利生技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個邏輯 因為說生氣股它需要投入 很大量的研發成本 跟研發資金 那你去想 研發成本 就是說其實生氣股是這樣 它要去研發新藥 學名藥 CDMO都好 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高 都要一直去燒錢 那一直去燒錢 一定是跟銀行借錢 沒有錯 那當利率這麼高的環境之下 他們去跟銀行借錢的意願 就不會到這麼高 所以他們也不會有意願 花這麼大量的成本 去研發所謂的新藥 但是當整個利率環境 開始在往下滑 生氣類股 他們就會有更大量的意願 去跟銀行借錢 來去研發新的藥品 所以其實每年都一樣 只要有大幅度的降息 低利率環境 生氣都會漲 而且幅度都很大 所以我覺得說這一塊 它是偏向防禦性質的產業 可以去做留意 那包含像是 就是今天這三大重點 那還有最重要的 我們下禮拜的 全新的冠軍標股 這五檔 這五檔是本週的 那下禮拜全新的冠軍標股 我們在這禮拜 今天 今天的一點之前 就會帶大家來進場 想了解的 大家可以打電話進來 你去看喔 我們在這禮拜的冠軍標股 來我直接公開給大家看 這個 這禮拜的冠軍標股 其實整體都還不錯 來你看 第一檔是生帽 昨天亮燈漲停板 是不是 我就跟大家說 做股票就是這樣 只要你了解產業 你了解這間公司的價值 怎麼會需要去追高 3305的生帽 我給大家看現行 3305的生帽 在昨天上漲以前 你怎麼看 你都不會覺得它會噴漲停板 是不是 我把這個價量結構先關掉 然後大家看比較清楚 有沒有 3305的生帽 橫盤整理了足足 三個交易日 這禮拜 三個交易日 昨天噴一根漲停板 這就是產業嘛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做股票 怎麼會需要追漲停 了解產業 提前三天到四天下去布局 昨天不是輕鬆賺一根漲停板 而且是公開的喔 只要你加入我們的Lite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你用手機掃描加入進去 看我們的主頁 這都是免費的 這一根漲停板就是免費送你 那還有包含像是 3450的聯軍 有沒有 這是這禮拜的冠軍標股 本週大漲26% 接近三成 這算是全台股前 前五大搶的股票了吧 本週大漲26% 是不是 所以想跟上 這些都不用去追 想跟上全新的標股 冠軍選股 歡迎打電話進來 或是去我們的 右下角的QR Code 這是會員限定 要說先加入操作 成為我們的會員 才會提前帶你去佈局 下禮拜的冠軍標股 有興趣的一點錢 跟我們取得聯繫 好那我們簡單看一下美股 因為我覺得說 在美股這部分 其實變化也不大 就是說我會把它視為 是一個籌碼的消化 來你去看喔 有沒有 稻窮指數 拜託 你光是每天早上8點30分 收看我們的盤錢直播 你去買個小稻 昨天賺到翻掉了 有在做海外期貨的 你一定會知道 如果說以小稻窮來講 昨天這一根長紅 大漲了299點 你是賺多少自己去算 是不是 稻窮沒有人看好啊 這個技術線型 是不是有點翻空 一直被壓在季線跟月線上 但是我就跟大家講吧 我們一樣從歐股開始來看 你看喔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其實以目前全球股市來講 風險比較高的 叫做法國股市 因為法國股市的政局 是比較混亂一點 但是因為說整個歐洲股市 法國 德國跟英國 它的結構跟亞洲地區的結構 是比較不一樣 它的結構全部都是以內需 跟金品為主 那不論說 應該說整個歐洲股市 整個歐洲股市 它在科技股 還有一些電子類股 它的佔比不到10% 大約就是6到8%而已 那6到8%的佔比 你去想 6到8%的科技股的股票市場 跌下來會影響到台股嗎 不會嘛 那它唯一可能會影響的 叫做稻窮 因為稻窮指數 它也是比較偏向說 它的成分也是比較偏向 以內需為主 所以你看喔 法國股市在跌 稻窮小幅震盪 但是我又告訴大家 美股市大指數從來不會脫鉤 永遠不會你相信我 沒有什麼稻窮在漲 其他三大指數在大跌 費半在大漲 S&P在大漲 結果稻窮在大跌 從以前有美股以來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他們會亦步亦趨 可能說稻窮先漲 費半在漲 費半先跌 稻窮再更跌 他們會有時間差 但是絕對不會說 一個在大漲一個在大跌 不可能 所以我就說 雖然稻窮可能會被歐股影響 但是它又會被NASDAQ 這些科技指數帶起來 昨天NASDAQ小幅震盪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昨天S&P500 持續創高小幅震盪也沒有問題 費半指數sucks 昨天小幅震盪下跌 昨天費半指數跌幅比較重一點點 2.69%左右 但我覺得可以接受 這麼強 費半指數這麼強 跌個3%怎麼了嗎 很正常 這就是一個小幅震盪的消化籌碼 所以科技股強勢 稻窮不是被帶上來了嗎 這就是整個對於產業 國際股市的掌握度 是不是 你去賺稻窮 昨天這一根真的是賺翻掉了 所以我覺得說 大方向沒有問題 短線上其實把今天的台股 視為是洗籌碼就好 因為今天台股 預計洗刷幅度一定會比較大 那洗刷幅度比較大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是逢低下去找一些好的買點 那簡單去看一下商品 如果說以美元來講 美元是稍微的轉強一點點 那美元可能會對於亞洲貨幣形成部分的壓力 但是就像我講的 美元長期以來本來就是強勢貨幣 只要沒有出現過這種 只要沒有出現到很誇張的急漲 基本上都不用太擔心 那美債殖利率 我就說美債殖利率反而比較重要 美債殖利率只要不大漲 對於整個股票市場來講 就是好事 它就不會有威脅性 因為美債是零風險商品 你去想 一個零風險商品 它的殖利率如果比股票市場還高 誰要買股票啊 是不是 你去想啊 如果說買股票 我們可以穩穩的賺到5%到10%的報酬 但是我現在去買債券也可以同樣的報酬率 你要買債券還買股票 是吧 那包含像黃金 黃金又轉強了 就像我講的嘛 降息的預期不斷在往上推升 它是有利於黃金的走勢 所以我對於黃金的看法一樣不變 黃金拉回來就是買進 拉回來就是買進 長線看2600到2800沒有問題 所以黃金又在轉強了 那黃金轉強連帶的比特幣 早晚也會跟著再創高 這些大家都可以下去做驗證 所以總結來講 今天的台股 震盪一定會比較大 那如果說你要去買台積電 連發 畫面給我 你要去買台積電 連發科 紅海或是說廣達 因為最近很熱門嘛 一直在漲 大家要嘛就是手上沒有了 要嘛就是想找買點又找不到 如果說你想去買這些全資股 我覺得可以不用急 因為接下來預計全資股會稍微震盪 真的要買以分批佈局為主 或是你直接聯絡我們的Lite 我直接帶你買 那以中小型股來講 就是低位階 瓶蓋 矽晶圓 IP 這些其實全部都叫做低位階 那重點 在這裡今天的一點之前 我們會提前去佈局下禮拜全新的冠軍標股 想跟上 想資料是哪一檔 利用廣告時間加入我們的Lite 直接詢問或直接來電都可以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8分 台子期貨下跌的大約是290多點 接近300點左右 所以等一下台股開盤一定會先開低 可能會去回測23000點的位置 但是不用擔心 拜託一下 這兩個禮拜漲了快1000點 跌個300點怎麼了嗎 正常啦 這些都是正常的狀況 籌碼消化 收斂技術面的乖離 我覺得今天跌個五六百點都是正常現象 短線上急漲太高了 讓他稍微去收斂一下乖離 這些都沒有什麼 都很正常 反而是我們要利用這樣的機會 下去買中小型股 因為我一直在強調 大盤不可能天天漲 當大盤震盪 資金被釋放出來 全資股會休息 全資股休息 就是輪到中小型股 就是台積電 鴻海聯發科 廣達 他會開始休息 資金就會轉回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以目前的期貨來看 目前期貨下跌了305點 但是你去看這個線型就好 以整體線型來講 就算今天跌個300點 400點 500點 線型都還是強勢 所以這沒有問題 我覺得說這反而是好事 我想大盤再不跌 它的乖離率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當乖離率越大 一旦出現修正 這個幅度就會很大 這個邏輯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就是說就像地震 你小的地震不斷發生 就不容易出現大地震 如果一路都沒有地震 只要出現一次地震 這絕對是大地震 所以洗籌碼 這絕對是好事 那以日經來講 日經這個時間 目前日經開盤 那現在日經是小漲了0.07 整體來講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目前是跌了0.88%左右 相對也是比較疲弱 所以其實說從 美國股市歐洲股市 一直到現在的日本股市 台紙期貨還有韓國股市 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今天會強勢的叫做非電類股 生技 傳產 原物料等等的 今天非電一定會比較強 所以今天如果說 短線上的話就去留意非電 那如果說電子類股 今天會相對比較疲弱 我們就是縫低去找買電 就這麼簡單 好那我們看一下 以台積電來講 台積電就像我講的 其實說台積電在這個價位 我已經不會再建議去追價了 我一直在強調 台積電如果反映到 2025年的獲利 合理的價值就是1000元 那你說如果又再過了1000元 就代表說台積電 已經開始在反映 2026年的獲利狀況 那2026年的獲利狀況 我覺得現在反映到 後年的獲利 就有點熱過頭了 所以台積電1500 就是會是一個比較大的關卡 所以就特別需要去做留意 那2317的鴻海 其實鴻海就像我講的 你去看 這禮拜我還特別跟大家去做預告 一字頭的鴻海即將絕版 是不是 我敢這樣告訴大家 全台灣唯一告訴大家 上看二字頭鴻海 大概就是在這裡 每天早上8點30分盤前直播 唯一告訴大家 因為其實你去看 很多投資人都告訴 很多人都告訴你說 鴻海可能說 漲到160 170已經太高了 但是我從3月份 一直告訴大家 鴻海他還不貴 從111漲到170元 從170元我還是告訴大家 鴻海上看是二字頭 昨天又噴到了217.5 這個邏輯很簡單 我就是跟大家說 鴻海的比較對象 叫做2382的廣達 同產業下去做比較 廣達跟鴻海都叫做ODM 組裝跟代工 以廣達來講 廣達如果以2025年的 預估EPS來看的話 廣達目前的股價 他的預估本益比 大約就是20倍 所以廣達他如果說 反映到2025年的獲利 本益比是20倍 現在的本益比 好那我們就用同樣的位階 廣達既然都能夠享有 20倍的本益比 為什麼鴻海不行 同樣是ODM 同樣是組裝跟代工 所以你看 以鴻海來講 鴻海他如果說 用今年的獲利來看 2024預估賺 11點多到12塊 我們就抓12塊 以12塊來講 給個20倍本益比多少 240元 如果說反映到 2025年的獲利狀況 2025年大概是可以賺 13到14元左右 那13到14元左右的話 如果鴻海慢慢的反映到 2025年的獲利狀況 14元給個20倍本益比是多少 280元 所以280就會是鴻海在 2025的價值 當然說這是比較長線的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全資股裡面 目前鴻海是最低 昨天真的繼續噴了7% 所以我覺得今天一樣 持續可以去做留意 就是說整個全資股裡面 目前位階最低 會比較有空間的 還是在鴻海身上 那2454的聯發科 聯發科也是一樣 其實我覺得說 聯發科目前 我就不建議再下去做買進 就像我講的 聯發科它如果說 反映到2025年的獲利 2025年預估是賺70塊 以後可能會再上修 但是如果說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訂單來看 賺70塊 那如果說賺70塊的話 給個最安全的本益比20倍 就是1400元 所以1400元 再往上 它就有一點過熱的跡象出現 當然不是說過20倍本益比 就完全不會再漲 而是說 20倍本益比是最安全的價位 就是說 它的利潤是確定大於風險的 那再上去當然還會漲 但是它的風險可能就會大於利潤 這部分給大家去做參考 25次的聯發科 所以聯發科目前 我也不會再下去做追加 因為我覺得過1400以上 它的風險就是高於它的利潤了 沒有什麼好去賭的 所以這是全資股的部分 那中小型股其實就像我跟大家講的 你看喔 3008大力光 我們從上禮拜就一直強調 蘋果的WHODC大會 只要釋放出跟銷量有關的利多 鏡頭會先漲 大力光不就漲起來了 大力光漲起來之後 預金光也跟著往上拉 那我就跟大家講嘛 我們在做股票 不是說看盤面上強什麼 去說這檔股票還能不能買 還沒有空 不是這樣 你要看盤面上強勢股 去買未來的強勢股 沒有錯嘛 所以當大力光跟預金光漲上來 我就告訴大家 不用去追 我們反向去買 未來會擴散出去的 4958的真頂 是不是 不是輕鬆布局嗎 怎麼需要追高 真頂往上漲 那當真頂漲起來 也不用去問什麼 真頂還能不能買 我們用同樣的邏輯 我再帶你去買 接下來會漲的強勢股 未來的強勢股 我就說嘛 同樣是做iPhone PCB 同樣佔比也很高的 除了真頂以外 另外一檔叫做滑通 昨天漲半跟漲停半 是不是 這全部都是提前講 真的不誇張 都是提前的幾天告訴大家 全部都噴起來 所以這些低位階 全部都可以持續下來做留意 如果說以生技股來講 還是一樣 因為生技股它比較雜一點 它的種類非常多 我就不一一介紹 最簡單最指標性最穩定的 新藥代表藥華藥 CDMO的代表寶瑞 這我們都講很久了 寶瑞 學民要的代表 1795的美食 這些全部都可以去做留意 這種位階目前都很低 早晚都是要漲 所以把握機會 重點 在今天一點以前 我會帶大家去買進 下禮拜全新的冠軍標股 一點以前 你就私訊我們的LINE 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取得聯繫 會提前帶你下去做布局 那不要忘了 這禮拜也會公布在LINE上面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開票 三文塩 你 走 大 麻崩 你 文塩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